阿姨,你家里没有几个孩子呀? 两个女儿,她对了两个女儿都很同事 我大的女儿她在面前生病 我们无敌生病了,她就出去在面前打工 她在书中都没病,就出去的 她说是我们的面前又老了,又没挣不到钱 她说是,她就书一花钱,她就说她就不读了 她就对了,你妹妹的钱送我们 她一管自己就出去打工了,出去打工啊,去我们前 已经长到学,一直还一直生病 生病了一管到,她去点过去长久生病 生了一管,就花了一管,就一二三四年的病她都 她一四年的病好了出来 现在她一管出去,她一管去送我们 账户真大了,她又出去挣钱去了她一管 我心里给女儿了嘛 她一懂事,懂事呢,她就得我的 她也读书那些,也是她们积极赚钱的 她读,我们怎么得钱,她挣钱了,她读书呢 现在她也得,大家也得能力,也得有能力,也得挣钱了 大家得帮助我们,当然学了一管 现在就是,一起帮助我们两个女儿都懂事 我这两个女儿都管还好 我也理解你都不容易,从小到大都是你跟我读书上学 姐姐也很辛苦,我应该向姐姐学习 以后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然你没了好多本能的,也帮你们醒出来一晚 没事的阿姨,你家里面两个女儿都特别的听话懂事 你特别有福气知道吧 我知道你大女儿也想回来给你过生日 但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身不由己嘛 她们确实回来不了,这个你也得理解她们 反正我在这里的话,也替你的大女儿给你祝福一下 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嘛,天天开心 也有什么想对你大女儿说的嘛 我发到网上的话,她应该也能看见 好,我就叫她不要担心我们担心了 她一管孝心,一管一孝心也好 我的意思就是叫她管要不要担心我们 我们家里面养肚感好 叫她管保重她的身体 但有时间有空了,可以回来看看看看我们家的事情